我們感測器的話是可以多顆部署 然後做一個聯合的偵測的部分 所以環境場域在大家都沒有問題的 像我們很多一些賣場 那賣場有時候會有人少 有時候會人多 所以我們傳統這個冷氣機來講 它不容易那麼快的反應 這些人潮的人流的一個變動 所以利用我們現在這個PNV感測器 它真正感受的就是我們環境 對人的舒適度的影響 它不是只有傳統的氣溫 乾球溫度 它利用多個PNV感測器 它未來用這個感測器網路 來做一個綜合的判斷 那就會非常精準的來判斷我們的熱源 或是判斷我們過冷 那讓我們的冷氣機的反應能夠快速 那對於我們未來的一個人員調控 有很大的幫助